人的财运往往有两种 正的财运的存在往往是能够细水长流式的改变人的生活 它们带来的是一种高的生活品质和逐渐被完善的人文修养 但是偏财就不同 偏财带来的往往是激发式的财运 这种财运能够带来突如其来的惊喜或者是能够去解决燃眉之极 但是时间太过短暂往往需要妥善的利用 圣孝侯在21号后受红卵合约的吉星高照 会催旺他们的财运 在21号后还会得到非常好的财运 属猴人可以继续在工作上努力 会获得不错的正财 偏财上 利于属猴人和熟悉的人合作会感到生财有道 利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今年对属马的人来说可真是非常旺盛的一年 尤其21号之后 属马的人做什么事都是非常顺利的 不但在工作中很容易就能获得提升 还会名利双收 而且桃花运也是相当的旺盛 在工作路途中 属马的人能够遇到自己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圣孝牛今天运势持续走高 能得到领导的赏识 付诸行动会有高回报 偏财运大好 可以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会得到不少的赚钱的机会 能抓住赚钱的机会 好的人际关系会带来更多好运 属牛女性朋友不妨和爱人来场浪漫的约会 愉悦的情绪使彼此对待情感都满怀憧憬和感恩 生肖适舍的人将会在21号后交到好运 若是生肖适舍的人在做生意的话 那么生肖适舍的人肯定生意红火 每日的利润进账如流水般 十分的可观 若是生肖适舍的人是在工作的话 那么这个生肖适舍的人将会在21号后事业有所进展 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不仅受到同事的好感 还能够受到老板的另眼相看 天才兴会对于生肖适舍的人比较眷顾 生肖适舍的人的财运也是滚滚 生肖适舍今天好运连 能得到上司的器重 地位也随之提升 事业上市步步高升 身居要直 财运颇好 正财运不断攀升 喜事也在不断地发生 一顺百顺会有大财进门 有望成为有钱人 有置办家产的想法 可以适度地规划 生肖逐21日起五福临门 运势大升 事业大展宏图 财运一飞冲天 做什么都会心想事成 财路畅通无阻 还会有意外之财从天而降 正财稳赚偏财不断 收获满满 属龙的人 今年命格财心入命 好运不断 喜事连连 财运大红大紫 诸事顺遂 今年会遇到不少发财机遇 遇难逢凶化吉 万事大吉大利 求财得财 只要一遇到贵人 就会有发财的机遇 收获满满 萧狗的人 就是最近正的财运 和偏财运双双照顾的生肖 萧狗的人 他们的偏财运一直都很不错 萧狗的人 在自己没事儿 就摸把小抽奖的时候 总是会或多或少地 赚过一些钱财 但是这一份财运总是太少 并不能够直接提升 萧狗的人整体的生活水准 所以萧狗的人 他们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因为他们在最近这两天 将会迎来自己正的财运的到来 当萧狗的人他们正的财运来的时候 萧狗的人他们的偏财运并不会离去 所以萧狗的人将会在最近迎接着正的财运 和偏财运的同时爆发 萧狗的人